这是许达夫在2009年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感谢老天我活下来了 是许达夫成功抗癌黄金实践篇 让他有一个内容 内容的简介 他说癌症可以不是绝症 活下来要靠你自己 不是所有的癌症都需要手术化疗 癌细胞是杀不死的 与癌共存才是健康之道 许达夫是一个医生 也是一个癌症的病人 六年前 现在是2009年的书 六年前就是2003年 他罹患了直肠癌第三期 拒绝手术化疗 被预测活不过三年 如今他整合中西理论 独创鸡尾法鸡尾酒的自然疗法 辅导过数千名的癌症患者 自己更成功地跨越了五年存活的门槛 成为抗癌致癌的最佳见证 他说西医好还是中医好 还是化疗好 开刀好 应该如何选择跟判断 预防性的化疗真有必要吗 有很多癌症患者是始于化疗的病发症 抗癌的营养品有疗效吗 如何以生物能和免疫治疗来强化自育力呢 他说癌症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也是身心灵长期受污染 受染失衡所导致的疾病 传统的癌症治疗多是医病不医人 较少关注引起癌症的心态跟环境 但大举撒灭了癌细胞的同时 也可能连带破坏了好细胞 影响身体的自愈力 因此除了根据患者的体况 给予适切的西医治疗以外 如果也能力行调养身心灵自然疗法 转化信念改变饮食作息 服以气功修炼 能量医学跟营养生计 学习与癌和平共存 是更为周全的抗癌之道 而克服恐惧 接受癌症发生的事实 抱着感恩的心 做最坏的打算 最大的努力 相信自己的身体与细胞 更是重返健康的关键第一步 原是脑神经外科名医的许达夫 在亲身经历抗癌过程后 声明各种医学理论 皆可结长补短 去无澄清 互相为用 在本书中 他完整公开离癌六年来 例行自然疗法的经验总结报告 解析癌症治疗命面观 以及各种不同癌症的整合疗法 也提供更多科学的实证与临床的经验 指引读者如何从身心到心灵 强化自身的抗癌疗愈力量 徐大夫 肌围九自然疗法十大重点 尊重生命 保护细胞 提升免疫力 发挥治愈力 心念转换 平常心看癌症 适当西医治疗 改变饮食 远离污染 勤电器工 服用有科学实证的中草药 营养疗法 免疫疗法 生物能排毒 及光波扫描 建立个人健康计划 心灵疗愈 发大愿 看取医师一起 轻松抗癌 然后他说 心念转换 是远离癌症 最关键的一步 想要活下来很简单 先改变自己的心情 写好遗嘱 看开生死 公开病情 勇敢面对 走上身心灵疗愈之路 与癌共存 每天过着感动生活的人 病情就好了一半 懂得重新开始的人 生命就不一样 第二 远离饮食污染 服用正确的抗癌营养品 许多人以为大量服用抗癌营养品 就能改善病情 其实这些产品只能增加营养 保护细胞 复进徐环 提高免疫力 并且要谨慎地筛选其来源 及认证 日常的饮食要少肉 多蔬果 维持碱性的体质 并补足益生菌瘾酵素 你要吃益生菌瘾酵素 有没有吃现在 有啊 我们当时没有天天吃 做功能性的医学检验 建立个人健康计划 第三点 那是怎么做呢 功能性医学是一种全方位的预防医学 以先进的工具 检测个人的生化体质 及代谢平衡 分析 无临床症状的器官功能变化 能补强传统检验中 亦漏失的讯息 借此了解患者身体状况 一彩性 饮食调整 中药草 处方等相关辅助疗法 下一个是 回归自然 作息正常 相信自己的身体 人体的能力如此的伟大 在尚未充分了解 及掌握所有生理运作之前 不可为了治病 而过度破坏天生的防御 及修复制 机制 回归自然 远离污染 补给营养 使身体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发挥免疫与治愈功能 即使是癌症末期 亦有可能恢复 固然是做的姐姐 许大夫 承认 林口长庚 台南其美 台中中山医学中心脑神经外科主任 嘉义 圣马尔定 台中 林兴医院医疗副院长 中华民国 外科医学会医疗品质文会委员 现任台中林兴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 许大夫自然证证 许大夫自然诊所负责人 你离癌济世 看看他怎么样 2022年8月变血 以为是痔瘡 2003 1月17 医生告诉他 哦 过了四个月了 他知道是得了第三期末的直肠癌 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恐惧与害怕 2003年2月3号 接受放化 两种都做 但是 过了不到一个月 断然拒绝手术 走出核心医院 哇 他也是去核心医院 我爸就去核心医院 我永远记得 所有医师都预测我活不过三年 8月5号 我站在台北市政府 亲子聚场 梅门公演舞台上 第一次面对几千人 把心里的苦闷 压力涌畜 勇气全发泄出来 讲完之后 我癌症全好了 哦 啊 才四个月 2003年12月 2004年3月 随着梅门李师傅 哦 他去做气功 寻回全台湾 全民健康甩 甩出幸福来活动 厂长上台见证 让我不仅甩出健康幸福 更甩出精神与魄力 2004年9月 最后一次到医院复诊 被发现腹腔淋巴肿大 医生认为是癌症复发 建议化疗 当年心情荡到谷底 但是练功两小时后 我再度勇敢起来 拒绝化疗 2004年1月 诶 这个应该跟这换过来嘛 我们先念这个 1月好了 开始全省走透透 展开如何获得健康 全民讲座 然后1月的时候 对不对 他说3月的时候 随着他去全省巡回 然后1月的时候 他自己去 做这个如何获得健康的讲座 然后9月的时候 去医院发现 这个淋巴肿大 认为是复发嘛 对吧 那再过来 2005年 那是9月嘛 他说拒绝化疗 那2005年12月 又过了一年三个月 哇 15月 在台中临兴医院 地下一楼 成立自然 哦在台中耶 这个医院 自然医学诊疗中心 哇 你说要去看看 他还得考台中一趟 那就等于说他 2014年9月的时候 他拒绝化疗 然后一年 15个月以后 他成立了自然医学诊疗中心 正式踏入自然医学领域 迄今前来求诊 超过3000人 3000人是2009年哦 现在又过了三年了 他说2006年1月 成立第一家希望病房 专收癌症病人 所以他12月成立中心 过了一个月就成就收病人了 结合中医治疗及自然疗法 不到三个月 提招到院内肿瘤科打压而取消 哎呦 这么惨 2006年5月12日出版第一本 感谢老天 我得了癌症了 哎 那这本书不是这样吗 感谢老天 这是2006年 哦 这为什么是这样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他2006年就已经写了 感谢老天 我得了癌症 立刻获得广大读者 尤其是癌友的回响 2007年12月成立 许医师自然疗法 这是全台湾唯一一家 由癌症医生所开设的诊所 2008年3月成立 癌友关怀年医会 那推荐 哦 这么多人给他推荐 哎 有这个人 中央民国南亚医学学会 创会会长许中杰 妨害常恋 创办人杨湘 常恋创办人杨湘 梅湘 真医学博士 陈俊旭 新光医院肾脏科主任 江守三 文化大学 什么 环境规划 父子教授 其实 东南 马来西亚 拿都 太平绅士 洪建中 这么多人给他推荐 他说 生病是自早的 取舍可以掌控 这中杰说的 治安医学是未来的世界 医疗趋势 神经秩序 是这样 那 这就是 刚刚讲的那本书 对 奇怪 可是他说2006 这是2009 感谢老天我活下来了 他说 他是加了 许达夫成功 抗癌黄金实践篇 不一样 他多加了 他自己的实践 那我们再看看 好 看这本书写些什么 第一部分 关于癌症的医疗观念 为什么能够活下来 他们为什么失败 关于癌症的正确知识 医院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第二部分 看许医师一起轻松看癌 战胜癌症的鸡尾酒自然疗法 改变影师远离污染 电解水疗法 中草药疗法 气功疗法 建立个人健康计划 功能性医学检查 能量医学 免疫疗法 NK杀手 细胞 超抗原剂 癌症讯息分子 抑制剂 心灵疗法 发大原 第三部分 不同癌症治疗的成功与失败 口腔癌病人命运 鼻腔癌病人病人 乳癌 肺癌 胃癌 大虫癌 肝癌 肾癌 肾腹腺癌 那你是什么 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 一直在追踪 所以你还不知道是哪一个癌 没关系 医师的脆弱 无知与感动 并加的感谢 误解与抱怨 第四 徐达夫的抗癌心灵处方 自信 信心 勇气 毅力 生命由自己决定 如何辅导癌症病人 徐医师的健康 病毒 解语 感动 感恩 感谢 这样啊 这个是他的秩序 感谢 我回 大概他就是那本书上面折下来 对 他说六年前 得了第三期之 以为时期一定 当我拒绝走世时 医生都预测活不得过三年 三年前 我不但没有死 而且出了第一本书 感谢老天我得了癌症 现在又过了三年 已经超过了癌症 所谓五年重合期的门槛 六年来 亲眼所见 许许多多与生死不断 垂死挣扎 失礼逃生 以及无奈接受死亡的成功 以失败的故事 经验太宝贵了 不仅开阔了我人生更广的视野 引领我进入生命更高的层次 感谢老天 我活下来 来自全世界华人的回响 在高中的时候 我的作文被选为范本 但基本上表示一件事 我不善于用写的 喜欢用说的 而且我是直肠子的个性 想什么说什么 三年前在出版社的追逼之下 我写了第一本书 这本书完全是顺着我内心 真实的感受写下来的 写完之后 觉得大概没什么人会看 没想到不仅书局 卖到缺货 更畅销到全世界 华人世界 也有一些健康养生团体 大量购买或送给癌友 或当作教材 因为我的手机 24小时开放 在书出版后 我不断地接受到 全世界华人 癌友及家属电话 email传真 希望我们能指导 提供致癌防外的秘方 每次来电都是一条生命线 不少人来电 紧张到语文如刺 语无伦次 有的编缩入冤枯 而不断赞扬 让我是佛菩萨是天主的天使 这些求救的热忱的回响 远远出乎我意料之外 一方面证实了 全世界对癌症是无解的 二方面让我更要发大愿 来帮助所有癌症病人 仅在台湾 而且在全世界 不准是华人官网管 及这些所有的人 负面效应 没有一种说法 一种思想或一种形容 能让所有人都认同 第一本书 虽然获得很多正面回响 但引起少数的误解 与负面效应 最严重的误解是认为 我反对正统西医治疗 事实上 我在书中特别提到两个概念 西医治疗 要适可而止 即癌症的诊断要百分百 因为西医是医病不医人 看到坏细胞 无视好细胞 所有的治疗都是破坏 一昧的治疗下去 只有让病情恶化 我病人来求诊时 我建议到回医院去接受 切片检查或手术 因为病人都很惊讶地说 你自己拒绝手术 怎么建议我去手术 自然疗疗法不是主张 不伤害身体的吗 怎么建议我回医院治疗呢 当我建议病人使用一些营养产品 有人也误解 许医师已经变质了 而大医院的肿瘤科医师 更一致地批判我 因为我反对化疗 没错 我说过除了血癌 以及淋巴癌外 其余 癌症的化疗是极其有限的 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对我而言 是一种学习跟增进的机会 这本书对这些引起误解的部分 会特别地说明 更希望所有读者 当你读完一本书 是必须加以思考 判别 切记 选择性的读 不敢实貌似的 相信采用作者的说法 更多的临床经验 自然疗诊所成立后 让我们能专心专业 专注求诊的 这个癌症病人一方面 充分了解各种癌症病况 病程治疗剂愈后 二方面更感到 与更感到病人与家属 各种心理层面 恐惧害怕 无奈任命 无救崩溃 甚至自杀 这些要感谢 而且让我天天看到 赤裸裸的本性 人性 个性 习性 有大能人在我面前痛哭 有校长崩溃 有银行董事长 笑得一无伦次 绝大多数都是呈现出 恐惧害怕 没有表情 但也有极少数人 能够坦然一对土 个性决定一切 大凡能早日 取得生理平衡 心念转变 积极面对热爱人生的人 都可以化为机为转机 在这本书里面 我举出许多 很多实际临床个案 每一个个案都是真实 而独一无二的 成功有失败 成功也失败了原因 失败也失败了理由 所以癌友都可以借入这些疙瘩深入了解癌症治疗的念面观 本书的卖点 你累不累啊 你累了那么久累不累 我念完了给你就算了 你才念了二十多 反正这个书 要不然我们就去买一本就算了 你这样多久就可以看了吗 看可是我怕你累 我把这个 他绝对不会整本书都放上来 那他还卖什么书呗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 弄念再那个 你看得到吗 还是你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你念我可以看得到 我也跟着你看 我只是说怕你累了 不会了 不会啊 我念完最好 第一个重点 在第一本书里面我讲述过 离癌的原因 心念转换治疗 经过以及剂尾酒 自然疗法 在本书里 首先再提及了我走出癌症的阴霾 恢复健康的重要观点 接着对于第一本书所提到 西医治疗 要适可而止的观念 针对各种 安静治疗中详细的补充 并举出更多的成果 与失败的实践 同时对 每一项鸡尾酒自然疗法 提出更详细的科学 实际与临床经验 过去六年来 前三年来 求诊的病人 都是各大医院治疗 失败的癌症病人 尽管病人本身及家属 都抱着极大的希望来看我 但是正统 西医已经把他们 折磨到不成人形 再努力也无法挽回 他们的生命 只求走得平静 无痛苦 最近三年来求诊的病人 很多是刚被诊断出癌症 且尚未治疗的病人 他们在诊所 听过长达三小时 癌症治疗的解说后 虽然大多数本人 人会再回到镇头西医 接受痛苦的治疗 但都能转变心念 勇敢地面对 为病情带了很大的帮助 少数认同 我的鸡尾酒自然疗法 而且能够彻底执行病人 病情也都能很快 活得稳定 轻松地抗癌 这些病人 从一个个案 两个特例 到五个 十个 经已累积到几十例 他们的成功 给了我强有力的信心 证明我走对了路 更证实 我的鸡尾酒自然疗法 的确是致癌防癌的 最佳选择 期盼全人医学的来到 感谢感谢感恩 每天都是我生命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六年来 两千多天一展演 就过去了 现在的我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 天天忙着服务 哎呦 每每看到 骨瘦如采 私欲不振 全身酸痛 又夜夜失门的 哎呦 恨不得老天 能吃给我神力先 胆马上就 让这些生不如死的 哎呦 脱离痛苦 然而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有努力再努力 例行我的鸡尾酒自然 逃法 才能奇迹出现 因为癌症 成因胃明 治疗五花八门 尽管 医学进步 神速 癌症的死亡率 依然很高 显然 正统习无法治好癌症 医学不分中西 无所谓正统或治安 只要是有实证的 有疗效的 能减轻痛苦的 能早日让病人 恢复健康的 都是好的医学 都是正统的医学 当然 各种医学利润不同 各有千秋 彼此之间 不仅不会互相抵触 更可结长不短 互通有无期盼 所有正统习自然疗法医师 养生专家 气功报师 能秉足己见 进行合作 发展全人医学 全人类治福 用任何一种方法 活下都就是好 活下就是伟大 这六年来 我心中唯一想说的一句话 一句话 一本书 高达二十几万字 有关各种疗法 原理 时间都可以简单地略过 对 癌症病人的命运 也可以选择与次有关的来阅读 其他就别人说的了 这样医学是未来的世界医学技术 怎么吃也读不了我 另外一个 这边有内文了 内文还不少 大概就是这样 所谓自然疗法 它主要的还是身心灵 这三方面 不过 他说做什么工什么工 我这实在没有意义 你要摸一个脚头 摆在那个地方 我几天我都没有 我说你 你就每天